確實挺難做得到 現在見歐洲的情況 似乎不是短時間可以解決 好像越爆越大 不如說說避險工具 見到歐元很慘 受消息影響急射 已經穿過1.2百美元關口 所以 歐洲貨幣似乎沒有沾手 但看美元會否變強勢 一定是 早幾集節目都有提及過 以往的避險工具 包括瑞士法郎 日元 黃金 他們的避險功能變得越來越弱 因為這年多 大家在經濟動盪的世代 連黃金的避險功能都出現質疑 昨天金介油跌了超過1% 你會見到所有資金到最後 覺得最安全的避險的最後一道逃生門 原來都是美元 所以我相信未來美元會走強 昨天美元指數也升了0.8% 所以在這一刻來說 歐元固資源未必應該要先守 就算比較亞太區的強勢貨幣 或者澳洲的澳元 我想暫時來說 都會相對美元處於弱勢 日元呢 日元其實都跌下來 接下來是否持續都是這些水平 我想暫時會橫行 你說會否因為避險而出現上升 我想就算是 幅度未必會很大 除了貨幣 亦都說說國債 美元強勢 美債是否又強勢 是的 其實都會見到美國的債息 其實仍在下跌 你都會見到很多資金 湧進入美債 以及歐洲地區的很多債券 其實債息仍然一直飆升 所以你會見到又是一樣 大家到最後 原來其他國家都不相信的時候 最安全的避險工具 投資工具 變成大家相信的都是美元和美債 因為大家都相信美國 只要按個按鈕 打開暴人自己繼續印 起碼它的違約風險是很低的 所以都是很無可奈何地 我相信 短線來說 美元和美債仍然會相對強勢 但如果作為一個中長線的投資策略部署 我覺得可以開始留意亞太區 中國地區的一些市場 因為我自己作為一個基金分析的經理 其實都看很多過去的歷史 如果過去兩三年 最好的投資時機是甚麼時候呢 其實原來在金融海嘯爆發之前 就算你在高位開始入市 都沒有問題 但重點就是你要透過一種 分散風險的分段方式去入市 我們都做過很多計算和比較 如果你是每個月分段去賣貨的話 其實就算你經歷了整個金融海嘯 去到今時今日 其實原來很多亞太區的投資 可以給到一個年均回報 都說15%到25% 但重點當然 你選擇一地區 基金的公司 還有在風險分散方面 這幾方面是要很小心去處理的 但我覺得其實出現下行的時候 反過來是分斷投資的一個好機會 你有沒有說亞洲那些地區是有些首選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有很多地區我都挺好 第一是中國 中國其實有些經濟數據 中國其實有些經濟數據 最近都不算很強 但我看不到中國有硬著陸的風險 其實中國的股票 又或者他們的一些資源的出口 其實都仍然能夠支持著這些地區 有一個比較強勢的經濟動力 另外說到個別的一些股票的投資 主題投資組合 例如Facebook效應 招股 會否帶動這些相關板塊 都會有不錯的增長 例如想選一些主題投資組合 會否選一些科技的板塊 會比較好 其實都是那句 我剛才提到風險分散 如果每一個人的投資組合 真的都想分散風險 我覺得其中一部份 放在科技主題 在這段時間都可以考慮 因為包括Facebook效應 大家也知道 它直接提早截票 亦都提高了股票的定價 你會看到其實市面上 對於這隻股票 這間公司的渴求 其實很高 第二 其實很多主題基金投資在科技主題 其實可以選擇不是很多 Facebook是一隻很大的股票 可能蘋果是大家都會知道的 我相信這些公司 仍然有一個挺強勢的現金流 和增長動力 所以我想都可以考慮 將風險組合裏面的一部份 可以選擇科技主題 都可以考慮 好 勞勞 Hugo 五場最後分析 我們再喝一杯 好 謝謝 這個是蹄果汁 字幕視頻